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好,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商业模式的范例 那么刚刚我们所谈的是在谈商业模式的创新 那大家也理解了这个商业模式的意义 这个A段架构师也简化了这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把商业模式的新的想法 用简单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产品咯 就要开始做产品相关的规划 以及做这个软硬件架构的设计咯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范例 实际的这个商场上的应用范例 然后呢,让你去理解了解的商业模式 就是依循着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一个内容创意在云端 捆绑销售在中端的商业模式 现在我们要逐渐的 然后落实做到产品 也就是这一个软硬整合开发 还有定应结合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实际的产品范例咯 也就是我们在上一个回合谈的是这个商业模式的创新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产品的创新 以及在后续做产品的这个背后的软硬整合架构 以及软硬整合开发 OK 好,现在我们就来举一个 第一型这样的商业模式的一种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是在去年2012年的 这一个最后一季的这个销售的冠军 叫做Dropcan OK 好,那这个就是内容创意在云端 也就是透过云端的服务 透过云端的服务 然后捆绑这个终端一起销售 捆绑终端一起销售 好,那么这就是这一个 亚马逊说说冠军的Dropcan 他有这个摄像头 这个有摄像头 他可以看到 这一个家里的状况 他的这一个本来 一开始就是有人在家里 那么他白天上班 那么晚上睡觉 但是呢 这个家里的这个花园呢 常常被弄了乱七八糟 那么也常常由被人家的狗来答备 顺制呢 有这一个山上的鹿 来跑来 这个 吃花等等的 所以呢 这一个主人 就很伤脑筋 因此呢 就这一个 弄一个 这个摄像头 那这摄像头呢 可以拍家里内部 像这样可以看到家里内部 也可以拍 家里外部 的这个 雷亚 就是后院 也就是拍狗大便 也可以拍屋内的家人 也可以拍屋外的狗大便 OK 然后 这个 拍了之后呢 可以送到 这个 自己家里的 这个PC端 把它存起来 那么 也可以通过 Internet 把它送到手机 送到手机 OK 那如果 家里的这个PC的 Server不够大 因为你一直录 一直存嘛 那 这一个 不够大的话 那你就把它送到 这个 DropCAN的 Cloud 云 云上面 这样子 所以这叫提供云的服务 加上终端的设备 然后 加上终端的设备 OK 好 好 那我们就 基本上了解了解了 主要CAN的 基本做法就是 卖这个终端配备 尤其是卖的是 这一个摄像头 那可以拍 屋外 也可以拍屋内 然后呢 一直存 一直存 存起来 那 有一天呢 当你发现 这个 今天下班回来的时候 发现 整个 买亚都有问题 或者是 发现家里被拖了 所以你就去 电脑里头 把那个 录像带 把那个视频 把它播放出来 就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 哪个小偷进来 或者哪只狗 来搭便 这样子 那如果家里的 服务器太小 就可以放在云端 就可以放在 放在这Jocan的云 那也可以从云呢 推送到手机端 或者从PC 推出去 都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系统架构呢 就是这样子 可以通过 这一个 iOS Android设备 来 这一个 观看 这个手拍摄到的画面 那么也可以呢 这一个 不是实时的观看 都可以的 好 然后 在这个销售是 这个150块钱的 这一个美金 好 那成为 Domano呢 家用摄像头的 销售冠金 好 销售冠金 好 那这就是 卖终端 软硬整合 就是 这个是 软硬整合的 软硬整合的产品 And 销售 所以软硬整合开发 硬硬结合销售 这边 这个硬件 加硬件 加硬件都可以销售 OK 软硬整合开发 硬硬结合销售 OK 然后呢 接下来 如果用户一天二四小时 都想使用ZoCam 他还每个月 还需支付 这么多的 这一个 可以存在云端的 这种费用 可以存在云端的费用 所以有业租费 等等的 好 所以呢 这就是 另外一个 就是除了 这个 中端销售之外 还加了 这一个云的服务 还加上 这个云 的Service 也算是内容 的一种 内容 所以内容 整合销售 在中端 内容 创意在云端 整合销售在中端 那这个就是 去年 我们销售冠金的 一个商业模式 好 那这我只是挤 这个例子 让你呢 知道 从商业模式 上一个回合 所谈的商业模式 把它对应到产品 对应到产品 OK 那之后 就会进行 这个软硬 整合开发 咯 那就 延伸到 V段去咯 OK 好 接下来 我们就 再来看看 另外一个 商业模式的 翻例 就是客厅配件市场 客厅配件市场 好 那这就是我们 在上一个小回合 所谈的 主硬件 小硬件 那这一个概念 就是 小主硬件 小硬件来 这个配合销售 然后再加上软件 再加上 这个内容 再加上内容 OK 那这就是客厅配件的一个状况 就是客厅 然后呢 会有这个地毯 有智能地毯等等的 有电视 有这个闭灯 等等的 就是我们来谈这个客厅配件 那就是在实现这个商业模式 这个应用这个主配件 主硬件 加主配件 加小配件 然后再加软件 再加内容 然后内容呢 可以整个销售在终端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智能手机的配件来说 说明什么叫做配件 与这个产品的例子 我现在是在说明 这一个我们谈到客厅配件的商业模式 那现在就来对应到产品 这样子 就是上一个回合 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商业模式 在这一个回合呢 我们就来对应到产品 让你知道 一个A段架构师 必须从商业模式 市场产业 一起推到 产品 再推到这个系统架构 包括软硬整合 应用结合的一个系统架构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相关的产品 如果以手机配件 那手机就是组件 我现在说明这个概念 这就组件 组件 然后呢 这里就是有插件 就叫Dungle 插件 然后这就是配件 那这边 可能是发的是 蓝牙或者是Zigbee 的信号 然后这叫组件 这叫接口 然后插件 配件 然后就可以 这一个 这个买组件 送配件 或者是 这单独的 卖插件 加卖配件 等等的 都是一种商业模式 一种商业模式 然后再来 手机的配件 还可以变成血压仪 所以 这边会有 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配件出现 那这个就是一个 商业模式 就是 有了商业模式之后 有了商业模式的创新 然后 压克力地板就连到电视上 那在这边打球 等等 都可以 OK 那这就是 电视机为主的客厅配件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客厅配件 还有烤箱 还有闭灯 也都是算是 这一个家庭的 一个客厅的配件 那么从手机 可以通过这个电视机 来遥控 这些配件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 这个卖配件 配件市场就出来了 然后软硬整合 还跟手机 都机整合 都品互动 等等的商业模式 都出来了 那相关的产品 也都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一开始讲了 我们要考虑架构思 A段架构思 要考虑商业模式 考虑到创新产品 考虑到架构设计 就是这三个角落 OK 那现在 就是以实际的例子 再告诉你 在这个商业模式 走到这一个 产品创新的一个例子 好 那 逐渐的 还有更多更多的创新 这个手机跟电视 加上跳舞坛 加上跳舞坛 OK 那这个也算配件 所以呢 也可以卖这个配件 加上跳舞的软件 那么也可以用跳舞坛 来下舞子旗 所以 爸爸在几千公里外 可以跟小朋友 在电视机前面 下舞子旗 等等 就要亲子互动 这也是产品的创新 产品的创新 A段架构思 都要支持 这些产品的创新 让它组件 配件 还有手机 可以结合在一起 多机整合 多品互动 那么 这一个架构思呢 大家考虑到产品之后 也要考虑到销售 也要考虑到销售 我们有提到过商业模式 这表示有市场 有人要买 有客户群 那么这个产品就是一种我们的 有 我们的特性 我们的产品呢 有我们的特殊点 那有了产品之后 我们还有市场的策略 也就是商业策略 里头包括的 是怎么做销售 怎么行销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A段架构思 也要去分析 我们到底怎么做销售的 那当然 这个也 我一直强调 也并不是说 完全要由架构思去分析 这个很可能是由市场部的人分析出来的 只是架构思 把它做整体的一个做减法设计 把它解析出 把它分离出 把它浓缩出更简单的一种说明 可以让大家从简单中来这个理解复杂 好 那么这个销售渠道的部分 因为中国是电视机的全球第一生产大国 第一消费大国 第一出口大国 所以每年呢 2011年就生产量 1亿1000万台 里头有48% 是在国内销售的 所以国内呢 每年就销售5000万台 5000万台 5000万的 这个销售量 因此呢 我们如果基于这个软硬整合开发 硬硬捆绑销售的车内 我们就可以 这是组件 组件 每年就5000万台的 新机的销售量 那么我们 如果加上 这个小配件 就有40亿的小配件的销售量 那 由于小配件量产 所以小配件的成本会急速下降 所以利益就会产出来了 因此会产生短期的商业效益 商业利润 就是说 你只要卖出去 就钱赚了 因为内容 它的收入比较慢 那么硬件的收入比较快 所以让小配件 搭配 这个大 组件的销售渠道 然后 捆绑销售 捆绑销售 就是 应应结合销售 就是组件 跟配件 捆绑在一起销售 因此呢 就可以应用 这个巨大的销售渠道 来卖这个小配件 那么让小配件量产 量产之后成本下降 它的利润就跑出来了 因此呢 可以带来极大的 短期商业效益 那这个就是A段架构师 也要考虑到赚钱 也要考虑到车内 等等的 不只是商业模式 不只是产品 而且要考虑到 这个怎么销售 当然 我再强调 这个可能是 Marketing做出来的 只是架构师 要把它汇集进来 OK 所以电视 变成平台 然后 这一个 马桶啦 电表啦 这一个冰箱啦 这一个 这一个 血压剂啊 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插件 或者是配件 非常多 所以就可以带来 很多很多的 利益咯 很多很多的利益 那么 这个利润的来源 刚刚已经说明过啦 那么 这个 在这种商业模式当中 最大的利益 是来自于 40亿 小配件的销售 这是最大的利益 因为 主硬件 的销售 它的利益 已经固定了 那 它却能够 带来新的市场 叫做配件市场 而且带来的量产 带来的量产 就是销售量 因此呢 由量产而来的成本 大股下降 就带来的 极大的 短期的商业效益 所以这个部分 是跟商业策略 是跟产品策略 是有关的 是怎么的一个 市场销售策略 这样子 那 在这里呢 我就帮你介绍到这里 帮你说明呢 这个 从商业回合的商业模式 到这一小回合呢 大家的产品创新 以及呢 商业策略 以及 货利的来源 短期商业效益 这个东西 的产品 所相关的 面面 都是架构师 也就是A段架构师 要去用心的 把它整合进来 把它简化 成为一个 简单 完整的架构 能够 让大家 相关的人员 都能够 从简单中 了解复杂 然后 这一个 掌握简单 然后呢 这个操控复杂 OK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